很多人都以为只要出了国 这个英语就会自然的好起来 但是事与愿违 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欢迎回到子安微博社 我在不安的华山跟各位一起留学漫谈 在昨天的节目中 我们聊了一下英语学习 实际上是一个对自我重新认知的一个过程 我们知道了语言是需要环境的 所以你每天所生活的这个圈子是什么样的 就决定了你的这个所使用的语言是什么样的 像我们这个东亚的人 韩国人日本人包括我们自己中国人 经常会生活在自己的一个小的圈子里 各位要是去世界各地旅游的话 你可以在一些大的城市 像美国啊欧洲都能看见 首先有一个中国城还有韩国城 日本人好像稍微好一点 但是就是我们中国人跟韩国人是最爱扎堆的 最喜欢抱团 不论你在什么地方 你都能看见这么一个比较集中的这么一个区域 中国人韩国人生活在这里面 做生意 做餐馆生意啊 超市杂货店这种 如果你天天就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生活 虽然你是在国外出国留学 虽然你是也是在学校上课 但是你回来之后你还是在这么一个群体里面活动 所以你整个这个思维状态 还是在跟在自己的国家没有太大区别 所以你这样怎么能够说是去激发你这个语言学习的这一部分潜能呢 而且我们中国人自己呢 也爱按地域分了分一些小圈子 比如北京人一个圈子 上海人一个圈子 然后还互相还有一些什么什么矛盾啊这种东西 所以你更不能说就是你跟人家这个主流社会 或者他这整个的当地的这个圈子你融入不进去 你说不是说人家没主动接纳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没有去主动去适应它 去融入进去 你要去主动的去融入进去的话 你这个首先从语言沟通这方面一定会有很大的提高 咱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就是说这方面做得很好的一些一些个体的例子 比如这个体育界的姚美 我们都知道了在NBA打球 他刚去的时候你说不了几句 对吧 他的英语都很一般的 结果你几年下来之后他英语都很流利了 那为什么呢 最主要还是因为他自己他这个个体 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之后这个语言学习方面的这个提高是非常快的 所以你还是要去主动的去把自己打开去融入到当地的这个社会里面 我自己在欧洲在美国都学习生活了很长时间了 我可能因为我的个性的原因吧 我也不太爱那个就是扎堆啊 城邦结伙的一块跟自己的这个圈子打的走的特别近 所以呢我的朋友呢来自琼琼各地哪里都有 也不光是北京的 呃或者我这个世界各地哪 每个国家的都也都有 所以呢这样我的这个语言的方面提高就会比那些把自己在这个隔离在某一个特定的一个群圈子里面的那些那些人的要好很多了 你包括我之后我在实习的那个地方还有我上大学的那个学校在那个年代啊是二十年前十几年前没有几个中国人 所以呢你说那也是逼着我不得不跟这我周遭的这个一切呃去融合 这一期讲的这些内容呢实际上不仅适合于这个要出国留学的同学们还还适用于这个呢在国外已经生活的呃华人朋友们 就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一些困扰的时候呢你能用这种方式来呃呃开导一下自己自己自我调整一下呃呃不要老把自己当做是这个这个这个国家的外国人 如果你老是这么想的话呢永远不会呃呃让别人去接纳你也不会跟人家有任何沟通 那你语言上的提高呢就就更谈不上了所以呢这是我今天想想聊的呃呃也希望各位呢能给我多多交流转评点赞 咱在波兰的华沙跟大家再会拜拜